心灵丸岛 忙碌了一天 此刻你需要心灵的休息与沉淀 心灵丸岛是你心灵的加油站 为你加油 为你充电 心灵丸岛 我亲爱的好朋友 欢迎你收听心灵丸岛 我是音儒 我们现在所听的这首音乐呢 是童年物语 布娃娃圆舞曲 出自野江花男孩 这个团体组合 名字非常的可爱哦 它是由国内三位演奏好手 李商宇 吕超伦 蔡摄宏 所组成的团体 他们是透过小提琴 大提琴 还有吉他 透过这三种乐器呢 创作这个一首又一首 非常非常好听的音乐 那我们刚才听的这首就叫做 布娃娃圆舞曲 在聆听的时候呢 就觉得这个音符啊 好活泼 好像在跳舞哦 又好像呢 在激荡出许多的火花 又好像在对我们说话 又会勾起我们很多 在童年里面快乐的回忆 优优独播放 我真的非常佩服 拉小提琴的人 他们的耳朵特别敏锐 因为每次在拉小提琴之前呢 一定要先调音 把这个音啊 调到最准确的位置 才可以开始拉 所以往往拉小提琴的音乐家 他们的耳朵都非常的灵敏 还有他们的手指呢 也非常的灵活 拉小提琴的时候 也要无比的耐性 因为一刚开始 还不太能够掌握的时候 那个声音听起来会 很像杀猪脚 所以无论是在学习 拉小提琴的人 或者是在旁边陪伴的人 我觉得都要给予那个耐心 让这个学琴的人呢 有坚强的意志 可以继续的学下去 总而言之 我觉得啊 学乐器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说到小提琴呢 据说德国政府 常常把昂贵的小提琴 借给优秀的小提琴家 而德国政府呢 每一年 他们在出借昂贵的乐器之前 都会进行严格的筛选 以确保这个乐器 被妥善使用 可是想一想 既然这个乐器这么的贵重 岂不是更该好好的保存起来 把它放在什么博物馆里面 为什么还要出借给别人使用呢 原来是有原因的 这个小提琴呢 被制作的这么的精良 它们必须要保存在适当的温度 还有湿度当中 才会避免虫害 最有效的保存方法 就是交给优秀的演奏家来使用 在使用这些小提琴的时候 更多的发挥 这个小提琴的功能 甚至呢 时间越久 这把小提琴的音色啊 会更加的优美 但是如果这把小提琴呢 被制作出来 都没有人使用它 就只是放在那边 久了没有使用 就容易受潮 就容易招来虫子 容易造成小提琴的损坏 一把制作精良的小提琴 也需要有试货的人来使用它 需要一个好的演奏家 来使用它 发挥它的特色 如果呢 是交给一个 完全不懂小提琴的人 哇 那真的就是会发出 好难听的声音啊 其实我觉得 每一个人的生命啊 就好像一把小提琴 如果呢 我们的生命啊 没有被使用 只是啊 活在安逸的环境里面 那这个特色呢 这个潜力呢 或者是这个才能呢 没有被发挥出来 甚至还会因为 一直都没有发挥的机会 渐渐的消失 而我们呢 也对生命 渐渐失去了热情 如果上帝是一位 厉害优秀的演奏家 他可以使一把小提琴 发出最优美的音色 那么上帝 岂不是也要帮助我们 发挥我们的特长 也帮助我们 活出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吗 在圣经里面 主耶稣说 我来了 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如果我们是一把小提琴 深约我们寻找到 能够帮助我们 发挥所长的伯乐 愿你这把高贵 精致优良的小提琴 交在上帝的手中 他一定会发挥出 你最美的音色 让我为你来祝福 亲爱的天父 我感谢你 因为你按着你的形象 造男造女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你最美的创造 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很有价值 求你成为我们的伯乐 激发出我们生命里面 那个潜藏的能力 因为唯有你是 那个全知全能的上帝 你可以看见 并且激发出 我们生命里那 无限的可能 谢谢天父 还在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渴望一生被你拥有 渴望一生为你清醒 渴望我的生命 渴望一生被你拥有 渴望一生为你清醒 渴望一生被你拥有 渴望一生为你清醒 渴望一生被你拥有 渴望一生为你 recipes 真心为你你制爱 领我飞 飞入你奇妙世界 带我飞 飞进这爱的过渡 不再奉问有你 而是今夜见你 真知道真人是你 耶稣 飞我飞 飞入你奇妙世界 带我飞 飞进这爱的过渡 不再奉问有你 而是今夜见你 真知道真人是你 耶 以下收听的节目是心灵丸岛 我是音如 如果你在听完今天的节目 你也愿意跟我聊一聊 谈谈心 欢迎你写信给我 来信请寄台北邮政信箱 44-80号 或是进到 求问之声网络留言板 留言给我都可以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